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恭喜一下 香槟索尼金 11月27号 根据所属公司发表 索尼金在当天生下了儿子 妈妈跟宝宝现在都很健康 目前都在精心调养中 大家希望儿子长得像谁比较好呢? 再一次恭喜香槟索尼金 爱补影片被哄抄袭Redweb 主办方道歉了 昨天我没有说过 MMA颁奖典礼上 国防的爱补影片被质疑 抄袭了Redweb767的MB 而在11月27号 MMA回应了这件事并表示 如果把两个影片整体来看的话 企划意图概念气围都不一样 但是其中包含了一些类似的画面 对此非常抱歉 以后也会更加注意 会用更好的舞台来报答大家 间接否认了抄袭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个真的太没良心了 真的是想要怎样 才能这么摆明的抄袭呢? 真的太神奇了 抄袭后就说概念不一样 气氛不一样 但是很抱歉就可以了吗? 真的太傻眼了 MMA方说做错了也道歉了 为什么还有人骂艺人呢? 之前别的组合部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举办方道歉后 够一段落了不是吗? 确实是 这种年末颁奖典礼的介绍影片 一般来说 真的都是举办方的外包公司在准备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针对艺人 对于MMA的回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15组当中 5组开卖 10月28号媒体报道 根据被泄露的2022MMA颁奖典礼的Q-Sheet 发现参加颁奖典礼的15组歌手当中 只有 NIPUN,SYBZM,MOONSTACS,IMNYON,MALOMONS 5组开卖之外 其他歌手们都是对嘴 换句话说 在ADOL歌手当中 只有NIPUN,MOONSTACS两组开卖而已 没有Q-Sheet的话 根本就不知道是LiveAR 反而会称赞开卖实力很好吧? 我很喜欢舞台上的表演 所以对嘴也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LiveAR真的是没有良心 给大家简单整理一下概念 M是MusicRecord的缩写 就是在录好的音源除掉了歌唱部分 也就是说只有音乐 而Air是AllRecord的缩写 就是直接使用了录好的音乐 所以LiveAR就是播放着Air 但是麦克风是开着的 所以歌唱声音 呼吸声音也都能听到 可以直接Air啊 但是又不想被人说对嘴 所以才会用LiveAR 让呼吸声音听到的吧 LiveAR真的是诈骗 不是饭圈的人怎么会知道 有LiveAR这样的东西呢? 最近的IDOL们真的不太开慢 说实话 舞跳的再好有什么用 最基本的歌要唱的好吧 要不然就标注下没有在开麦吧 对于歌手们的Air 或者是LiveAR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非常伤心的消息 11月26号 是AT子成员舞庸的生日 但是当天 舞庸的爷爷突然离世 结果原本预计好的生日直播 粉丝论坛的留言派对等 都紧急停止 而在美国纽约当地时间 11月25号举行的粉丝签名会 也是由出了舞庸的7位成员们参加 希望能健康结束巡回后回来 生日天爷爷去世的话 每年都会想到不是吗? 怎么办? 无用一定要振作 我会永远姻缘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